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研院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 在国内地科方面的研究师师区医治 他很有地科方面的专长 所以我待会请我们的物理系 也就是科学东兴现在聘的朱信吉教授 我帮各位介绍一下高院长 好 老师 谢谢老师 翻过来翻过去都可以 我还是回去吧 那只是就是合并到科学中心这边来 然后帮一些科学中心的工作 那那一开始还是非常高兴 也很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午后 来参加我们这个科学的想念 先请到一下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夏日日广场的朋友科学研究所长 朋友小朋友都可以 小朋友自己搞不清楚 好 这里有几位我们欢迎你们 谢谢 那也跟 就是因为 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我刚才也跟我们赵老师说过 就是现在这个活动 都有做这个现场直播 所以也跟目前在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欢迎你们收看 好 那首先我要谢谢这个中央大学 还有国科会的科教授 给我们计费补助 让我们每个周末都可以办这样的活动 然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丹丽老师其实介绍过我们赵老师了 赵老师是我们中央大学丁瑞院的寻院长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人缘 所以我可能就有机会 有这个荣幸认识赵老师 那我稍微谈一下 就是我自己听这个赵老师演讲的经验 那先请教一下各位不然是大朋友小朋友 你们有看过赵老师在这个科学人 每个月的这个专展 谁看过的举手 好 每人都看了 好 谢谢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 不管是这个看赵老师文章 或者是听他的演讲 我小时候有没有一个经验 就是你们如果做一件事情 做得非常专心的时候 就会入迷 然后你入迷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时间是冻结的 就是你的世界的时间停住了 但是客观的时间是一直在走的 然后就突然的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两个小时过去了 那我读赵老师文章 或者是听赵老师的演讲 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相信今天赵老师 会带给我们的一场非常精彩的科学的想念 那以最热烈的掌声 我们来欢迎我们赵老师 益老师跟朱老师 我们算是以前老同事 能够中央大学能有这样一个科教环境 我们也是觉得说 真的非常值得珍惜 欢迎大家 小朋友 中朋友 这里没有大朋友 只有我是老朋友 你们对我来讲都是小朋友 所以我就说小朋友就好了 我今天题目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 我用哪一边呢 还是用滑鼠好了 直接就可以动 对 直接就可以 看到吗 对 对 那老师我坐下来 不是很好坐 我跟你们一样 好坐着 这里这个题目其实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太工人 一部分就是故事 故事你们当然知道 我们今天就是讲故事 至于这个太工人 我偷偷跟你们讲 我自己是这样 我在六年前 回台湾以前 我在美国的太工总署 就是NASA 工作了很多很多年这样 所以我是 谢谢 今天我很多资料 当然也就是在那边学习到的 收集到的 跟大家讲这样的故事 但是 我实际上 在台湾上课 或者是讲 这个演讲的时候 今天还是第一次拿太空人 这个题目来讲 原因是这样 就是 我们都是做太空 用太空技术做地球科学 只要是做科学 其实就不太会碰到 太空人这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 我们讲的里面的话 你慢慢可以了解 简单地讲就是说 太空人做的事情 非常应用 非常这个有开创性 非常了不起 可是跟科学的关系并不大 也许可能小朋友 你们听到 好像有点 是吗 是真的 太空人做的事情 其实跟科学的关系 不是很大 所以但是 真的是很好玩 很有趣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拿这个题目 来跟大家讲故事 我们可不可以稍微按一点 今天这个故事 我自己也想了一下 看我们时间 我们时间有多少 两小时 好 那也许我可以把这个整完整的故事 两个篇章 跟大家 什么样子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样两个篇章 前一半 大部分 是 前面有位置 跟我一样 坐在前面 这个 前面大部分是 太空人 是真的太空人 可是呢 一直都有人怀疑 那些太空人是假的 后面一部分 有时间让我讲 假的太空人 可是很多人一直怀疑 是有真的 那个 真的是我们的 真的地球人 跑出去的太空人 我说那假的太空人 是不知道哪里 跑到我们地球来的 太空人 假如有时间的话 我多讲一点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要从这一天开始 这不太出得来 这一天 小朋友算一下 这五十多年前 这一天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这一天是人类 进入太空时代的那一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 有一个国家叫USSR 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见了 我可以看前面 我可以看前面 我这个 我这个眼镜不戴的话 看这个还比较大一点 好 可以 我可以看得见 参考 不过这个Mouse那边没有出来 哎呦 我还是太小了 我来看这边比较清楚一点 小朋友知道这个国家 这个当初叫做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现在这个国家不存在了 已经解体了 变成一大堆 大大小小的国家 最大的那一块 现在叫俄罗斯 都知道吗 这个国家在那一天 发射了一个 对不起 有很多东西 这个文字是用英文的 小朋友就听故事的话 看不懂没关系啦 我就用讲的 人类第一个人造卫星 它的名字叫 当然是俄文 就是Sportnik 一号 这样子 这个东西是一个 真正第一个进入 所谓太空轨道的人造的东西 这个东西有多大呢 比你看到荧幕上稍微还小一点 这个做起来 你看到看起来 就是很粗糙的一个 像玩具一样 好像铁工厂打出来的一个东西 当天发上去以后呢 进入轨道以后呢 也没做什么事情 他就在轨道里面 就发一个很简单的 那个无线电信号 叫B B B就这样 地面就收到了 收到了以后 哇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消息 这太重要 太伟大的事件 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了轨道 这所谓进入轨道 你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意思 这个有 因为它一个东西绕地球转 不会掉下来 这件事情很难做到的 我们看看后面 为什么会做到这件事情 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要回溯到这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当时六十七十年前 六十多年前的事 是 德国呢 当时是纳粹党嘛 对不对 它是在把欧洲 每个国家打得七零八落的 在尾声的时候 在二十大战尾声的时候 它开始发展出这样的一个 很厉害的火箭 这个火箭把那个英国 它隔着海就轰炸英国伦敦 把伦敦炸得非常惨 可是马上那个盟军 后来由罗曼帝登陆以后 就反攻了 反攻以后这个 这个火箭呢 后面有后续故事的 这个火箭的代号叫V2 实际上还有V1 V1更早也是德国人发明了 来打伦敦 可是那个技术不太好 会被那个高射炮给打下来 还有英国那时候已经发明了 一个更厉害的防空武器 叫做什么雷达 有雷达加上防空炮火 V1那种 那一大群火箭打 不太能够攻进来 这个V2就厉害了 它是这样直直升上去 几十公里 然后直直掉下来 就防护胜防 这个为什么 这个特别呢 是因为它是一种东西 叫做火箭 大家都知道火箭 你过年过去年放了冲天炮 那就是小火箭了 完全就是小火箭了 火箭在物理上有定义的 就是那个东西就叫火箭 那这个火箭 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呢 那段故事蛮精彩的 就是它的那个火 德国的 其实那个秘密基地 就是做火箭的那个基地 被先被这个 先打到德国的是苏联的军队 从东边这样打进去 打到柏林 然后那个希德勒就自杀 对不对 都知道 他红军 那就是苏联军队 先把这些基地都占据了 封锁 把这东西就 就全部这个 这个拿下来了 这是它处心几率 早就想做的事情 等到西方的 以美国为首 英国 法国这些 这些这个盟军啊 打到 进入德国的时候 已经慢了一步 所以呢 苏联就接收了这个 大量的这个 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火箭技术 重要的是人 科学家跟工程师嘛 还有他的设备 很多文件 这些东西都 就被苏联就 秘密就 整装打包 就会拿到苏联去了 所以呢 后面的故事就是 过了十年 第一个进入太空轨道的 确实是苏联 他的这个基础 已经很强了 因为他把二次大战 德国的主要的这个 技术全部都拉过去 等到美国 顺便给你看这张图 这个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国国内在试验 火箭的唯一的一位 物理系的教授 他是单打独斗这样做 这位先生叫 Robert Goddard 你看这个架子 就是他当时做的火箭 就是这样一个 喷火器在上面 这比我们新年放的 差不了太多 好不了太多 你把这个跟这个比 那真是天差地别了 原理都是叫火箭 但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美国的科技 比起欧洲来 真是差太远 真是差太远 美国的主要的这个科技 是二次大战以后 才很快地超越 那美国这方面呢 既然第一 这个是冷战 当时所谓东西方冷战 你可能听过这个名词 冷战的第一回合 美国输得很惨 对不对 这个是第一个进入轨道 这太大太了不起的事情了 美国输掉了 输也没有输太多 为什么 这个是美国也是 你看这底下有个时间 也就是隔年的一月 也就上天了 也就成功地发射 他的火箭第一次 这个张照片很有名 是在白宫庆宫宴拍的 他们举的那个东西 不是火箭 火箭很大很大 好几层楼高 这个是火箭顶端 放的那个人造卫星 只是它长的样子 也是长条像火箭一样 那不是火箭 那是人造卫星的复制品 这里有几个人 这个左边这个人已经没有人特别注意他 因为他就是行政官员 官员答一下就忘记了 中间的这一位是一位物理教授 叫做Ben Allen 假如你念地球科学 以后你小朋友有兴趣的话 这个地球外面有一圈 叫高空有辐射带 用它的名字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仪器 就在这个卫星里面 第一次送上去的时候 发现有这样一个辐射带 这是Ben Allen教授 这位先生更有趣 他名字叫Von Brown 不是一个德国的名字 他是谁呢 他就是V2 刚才那个二十大战 那个火箭计划的主持人 这个人为什么没有被苏联抓走呢 他后来回忆录 他自己说 他说他从一开始 他就不喜欢共产党 所以苏联军队进来的时候 他就躲起来 所以他的同事 他的后面基地的东西 全部被苏联打包包走了以后 他还躲在德国 等到美军进来的时候 他就跑出来了 他跟美军说 我在这里 然后美国当然是 像发现宝贝一样 当然这是科学 这是首席科学家 这是做火箭的 把他请到美国去 所以你现在仔细想一想 这历史很奇怪 很吊诡的 他其实是纳粹党员 而且他是 他的党员 他的这种头子 其实同盟都被战犯去 都被审判了 很多都就执行死刑了 他不但没有被 当战犯处理 还被非常的礼遇的 请到美国去 干什么呢 做更大的事情 这位先生 跟他科学的 才能特别高 这个是我们所谓太空竞赛 最早期的一小段历史 在这一年以后 美国不是输了第一轮吗 开始要在太空竞赛 要开始第二轮 就开始要进入我们太空人的故事了 下一轮竞赛是什么呢 是谁先把人送到轨道去 这不是人嘛 这就是东西嘛 人家卫星嘛 我给你一两个数字给你听 你就知道把东西送上轨道多难啊 小朋友都知道 你假如到操场去丢石头 你用力丢 你可以丢很远 对不对 让你哥哥来丢它更远 对不对 那个没有用啊 丢下去掉下来了啦 对不对 可是你只要找一个特大力士去丢 那个大力士的名字叫火箭的话 它可以丢到什么样子呢 它可以丢到地球叫圆 它就可以一直掉 一直掉 一直掉 可是地球也弯过去 它就一直掉 一直掉 是什么样 就绕起来了嘛 就是说它掉不下来 那个意思嘛 对不对 那个叫做进入轨道 那个力气要多大 我给你一个数字 你现在有听到我讲话 对不对 你听到是我在讲 然后声音就传到你那边去 这个声音的速度 你觉得很快 对不对 我一讲你就听到了 对不对 那个速度 一秒钟 差不多三分之一公里 你这三秒钟走一公里 一公里你知道有多远吗 对不对 那个操场一圈 我们这个外面操场一圈是 0.4公里 一公里 大概就是 那个声音这样走一圈 大概只要一秒钟这样 够快吧 可是你要把东西 送到地球的轨道 让它绕呢 要多快呢 每一秒钟要8公里 也就是要20几个音速这么快 你觉得这很快吗 还要20几倍这么快 那个东西才能够进入 才能够去当做 才会绕地球 这很不容易吧 这个事件 马上呢 就开始要进入第二轮 谁能够把人送上轨道去 也是一样要做火箭嘛 对不对 这事情更难了 那美国这个 这方面 它的做法就是 把全国的力量 集中起来 成立了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叫做 什么 NASA 待会你一张图 稍微再解释一下 就是 现在叫太空总署嘛 已经多少年了 1958年就成立了 那样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 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你们可能又看电影 看小说 看杂志 会觉得说这个组织 你觉得好奇 可是可能不太了解它 这个 你看名字 这个字 这英文字合起来就是念NASA 它不是一个字 它是四个字的字头 这样 NASA 这是它的全名 就是美国国家级航空级太空总署的意思 待会我现在先跟你讲一下 你假如看电影看到说 那个NASA里面的那些人 好像很神勇 都做的事情 好像都你都搞不清楚 很神秘 很厉害 其实没有啦 那里面的人就像我最重 就是普通人啦 没有什么啦 那为什么觉得会 很多只是那个电影那种 把它渲染出来 其实没有 没有这么 第一个没有这么厉害 那么神奇 没有啦 第二个没有这么神秘 因为这是做科学的一个机构 很多东西 它其实没有要保密说 我这高科技 绝对不能让老百姓知道 然后老百姓觉得说 它好像在做什么神秘的东西 其实不是这样 那个是国防部 或者军方 它可能那样子 这跟军方国防部一点关系 你也不要把它想成是那个 专门在太空里打仗的那个机构 没有啦 它不负责打仗 都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探索的机构 那也没有什么 很多很多神秘 搞不清楚的 也没有啦 但是真的是很庞大的一个机构 很多人每一年做很多事情 都是科学最前沿的工作 那是没错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NASA在美国 这是美国地图嘛 NASA在哪里 美国在哪里 这没有答案的 我在那边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在美国有碰到 比如说在坐飞机隔壁的人聊天 他就会说你在哪里工作 比如说我在NASA工作 小朋友假如说你听到 你旁边那个人在NASA工作 你的反应是什么 通常都会说啊这样 我就知道你们都有错觉 那还有接下去聊天的题目 就会说 那你是不是住在Houston Houston是某一个城市 我说我从来没去过Houston 他说NASA不是在Houston吗 我说没有啊 他说NASA在哪里 我说我不知道NASA在哪里 NASA到处都有啊 你看美国地图这么大 这每一个黄点子 都是属于NASA的地方啊 你要问我在NASA在哪里 我也讲不出来啊 那我自己的工作的 那个地点在这里 叫做Garder Space Flight Center 它在华盛顿 这是美国华盛顿首都 NASA的总部 确实在华盛顿首都 这当然没错嘛 我们是在郊外 这个机构就是 这是NASA里面最庞大的一个 最大最大的一个机构 一个研究中心 有很多你们都熟悉过 知道的一些这个 了不起的事情都在那边做 譬如说天文上面 最了不起的太空望远镜 有没有 那就是那边做的 我就是在这边工作啦 这些机构的名字 譬如说这个叫Garder 你刚才记不记得 有这个Garder这个字啊 刚才这位先生就是 Mr.Garder啊 Dr.Garder 就用他的名字取的啦 那我刚刚说 另外一个某一个地方呢 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里 这个城市叫Houston 这一个中心叫 也是人名字叫Johnson Johnson是以前某 你们都知道 Kennedy总统有没有 被刺杀的那个 他就是把美国那个NASA 建立起来了 可是他建立的时候 是靠他副总统建立的 那副总统叫Johnson Kennedy被刺杀以后被暗杀嘛 那副总统就接任总统 就是他这位Johnson 那这个地点呢 这个地点呢 这个地点呢就是 今天要讲故事的主要主角的地方 为什么呢 在这么多这个地方地点里面 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最大的 其实唯一的特别就是说 它是太空人的训练基地 所以讲那太空人故事 电影里面都会讲这个地方 是这个原因 不是说它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或者说它代表NASA 不是的 就是因为它是太空人都住在那边 上班也在那边 在那边训练也在那边 到时候从要去 要飞到天上去的时候 也就从那边就是到那个发射场去这样子 OK 我们进入这个 要把人送上太空这个东西方 这个竞赛 比赛啦 这是第一个送上轨道 送上太空的动物 它的名字叫Laika 它不是人 它是一只狗 这只狗的国籍是苏联 那有狗上去以后 很不幸这只狗回来的时候已经死掉了 可能是因为热死了 那个坐着那个太空舱里面设计 还没有经验嘛 弄到后来这只狗又死掉了 那继续做呢 还不敢放人 对不对 放谁呢 放他 这是猴子 这只猴子 猴子去了很多次 有不同之 这是其中一只 这是美国放的了 这都是一九五几年 你可以想想 这都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然后才开始试验人的时候呢 第一个要做到的是要知道人能够忍受什么呢 能够忍受超过因素这么快 因为这个超过因素在空气里面 我们实际上是认为它是一种阴障 障的意思就是障碍的意思 这不敢 你不用管这个 这个是说 先要试验人 在高速下面你能不能忍受 这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 你们可能 可能中朋友都可能都没看到过 一九七几年有个很棒的电影 叫The Right Stuff 我们叫中文叫什么 太空先锋 中文翻太空先锋 太空先锋 你们要是找到这个片子 一定要看 太棒了 拍得太棒 前面一半故事就是讲他 这位这个Chuck Yeager 他就是人类 他是海军的驾驶员 很神勇 他是人类超过因素第一个 那个电影后一半部就开始说 要把人送到月球区的训练 那故事拍得非常好 后面开始真的把人送上 上上轨道去了 就要送到高空甚至是进入轨道了 第一个人类第一个进入轨道的这一位 又是苏联人 所以第二回合美国又输掉了 是把人送上轨道 这位先生叫格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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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 在一次训练的时候 他开那个米格15 那个时候战斗机 他是军人 战斗机后来 石石掉下来摔死了 死掉了 这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 美国这边当然就比较慢了 左边这一位是第一个坐太空舱到 很高很高的太空 就已经是我们说是已经跑到地球外面的 其实没有多远 就是几十公里 还不到一百公里那样远 但是那个是已经是超过所有的纪录了 在美国来讲 Allen Shepard 他已经过世了 这是美国方面第一个上路进入太空的 第一个进入轨道那更难了 是这一位John Glenn 这位先生后来就竞选美国的立法委员 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当国会议员当了很多年 现在大概下来了 刚刚都是男士 我们从狗到猴子到男生 念到女生嘛 左边这一个是第一个进入轨道的太空的女生 也是苏联人 这名字我都不太会念 如果会念的话大概 右边是很多年以后 美国的第一位女性进入太空 Sally Ride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NASA工作了 我还跟她有见过面这样子 但我保证她不记得我 那我当然会记得她 这都只是一些过去历史 但我们实际上要看这个后面的意义 这里还有一些历史浸透 这张图很有趣 这就是这位先生在前面站的 就是那一位 我刚刚讲的德国V2 火箭的那个主持人 那个Von Brown 他就负责美国后面越来越大的计划 要登陆月球这种事情 现在开始进入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就是谁先到月球去 这个更大条了 这个要是赢的话 美国是已经输两轮了 第三轮 那真的是要拼全力了 要上月球 把人送到月球 你看这个火箭 这个只是那个火箭的尾巴 喷火头 一共五个 这火箭的代号叫做土星五号 Saturn 5 这个火箭 你看到就是尾巴 你可以想象它有多庞大 它的力量要多大 可以把人跟它的太空船 送到月球去这样子 那不是随便讲讲就行啊 你跟刚才那些火箭比起来 这个是完全 不是说你能把火箭做 就往大去做就好 不是啦 越做越困难了 这是法式所谓的场景 非常非常的壮观 这是到月球去了 要去月球 也是拍得又好又真实 这是后面是什么故事呢 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这个去月球 把人送到月球 当然很难嘛 那你们大家都知道 最后是谁赢了 就是美国赢了嘛 苏联输得蛮凄惨的这样 没面子这样 那美国这个就是这一回合 就是赢得很漂亮这样子 他一共去了七次 那个去的代号就叫阿波罗 阿波罗是以前那个 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 那个天神的名字 这个去了七次 每一次是怎么样呢 去就用这种大火箭送过去 谢谢 那送三个人去 那其中有 然后就有一个 一个飞艇就从火箭出来 然后到了火 已经到月球的 绕月球了 那个艇就绕月球 那个艇再放一个小艇 里面三个人 里面有两个人坐那个小艇 慢慢慢慢降落到月球上 然后在月球上坐了几小时 或几两天的事情 那个小艇有自己在喷火 在离开月球 然后跟这一个会合 会合以后再飞回地球 然后就很辛苦的 掉到海里面 把它捞回来这样子 然后整个过程就这样 所以去七次的话 有多少人到过月球上去 小朋友算一下 一共有 每一次有两 三个人去 可是只有两个人 站到月球上去嘛 一共七次 有几个小朋友 有几个大朋友 应该有14个人嘛 对不对 但实际上只有12个人 就有一次没成功了 那一次就是编号 第13号那一次 所以阿波罗从11号 12号 13号没成功 14 15 16 17 这样子 那13号 我就说那个电影就是这样 那个电影就叫阿波罗13号 去什么叫做没成功呢 差点还回不来 回不来就完蛋了 他就讲那个故事说 为什么没成功 是因为那个 在那个太空舱里面的时候 那个氧气瓶爆炸 氧气瓶爆炸 那个里面设备也破坏了 那个氧气都不够了 氧气不够 你甚至都回不来 这样子 但是后来很辛苦地在地面上 跟他们操纵 他们终于回来了 那样一个故事 那个电影值得看 那是真的 真的 真的 又真 又感人 去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 曾经有12个人 在月球上走过路 那12个人恐怕都还活着 我还没有印象说 有谁已经过世 好像没有 这个我只不记得 这里给大家看几张 特别棒的照片 这个就是在 这是月球的表面 这里月球表面 还有几十公里这么高 准备要登陆了 这个就是要登陆的那个小艇 这是谁照的照片 这是真的照片 总共有人去照 对啊 就是在绕的那一个人 他把那个小艇放下去 那个小艇里面现在有两个人 他准备要登陆 登月了 你看月球表面很奇怪 对不对 这个都是所谓 大大小小的运石坑 就是表面很有趣 这个我后面再跟大家讲 讲稍微仔细一点 这就是登月的 登月这种照片很多 每一次去 当然要照照片 对不对 这些照片呢 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后面的故事 你先看一下 还有一些 这张照片很有名 这张照片 你看到的是什么 对 前面的黄黄的是什么 月亮 这个是 这还在月亮的轨道 还在绕月球 还没有登陆以前 照到这张照片 这个是 在月亮上看 什么地出 也不是日出 也不是月出 是地出 对不对 是在月球上照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为什么很有名呢 是当初传回地球的时候呢 马上就上了头版 是第一次让人这么 这么这种很震撼的看到说 哇 我们大家都是住在那样一个 蓝色的小小的星球上 比这还早 其实人没有那个感觉 你住在这上面 你没有那个感觉 你一定跑出去以后真的看到了 所以这张照片对当时的 全世界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从那个时候开始 认真的感觉到 这个才是我们的家 对不对 这蓝蓝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大家都活在同一个家里面 这个这种概念 你们可能不太理解当时的想法 这张照片很有名的 这也是已经登月小艇的照片 这当然就是太空人就自己就在旁边拿个照片去照 这些照片 我给你们稍微形容一下 譬如说这张照片 然后我就说 我刚刚不是说 人都已经上了月球 真的真的人都在那边 都照了照片回来了 实际上也还拿了那个月球的岩石 也回来了 做了很多实验 留了一些仪器在上面 这做了很多事情了 然后再回来 不是说上去照照片就回来 那干嘛对不对 只要做点事情嘛 去了六 成功了六次了 那最近多少年就你们可能都有听说过 就有人质疑说 你真的有趣吗 你这个骗人的吧 美国这个 尤其美国自己的民众最喜欢怀疑他们的政府 我们这个政府每次都骗人 这个也一定是骗人 然后就有很多那个分析这些照片啊 或者是说把那影片拿来看说 哇 你看这就想要骗人 那一点就想要骗人 我告诉你 譬如说有一些拿来当作是 好像是骗人的那个所谓证据 所谓骗人就是说 这个照片其实根本就是在那个拍片场 那个摄影棚里面照的 根本没这回事 就是假的 那这个都是安排的 譬如说有人有质疑就是说 这国旗怎么会飘 连空气都没有 不要说风了 连空气都没有飘会怎么飘啊 你看不是在飘吗 这不是骗人吗 对不对 不过你想拿载不会这么笨 真的要骗人的话 也不会做到 不小心做到把它飘起来 对不对 不可能嘛 这原因很简单 这不是在飘啦 它就是用一个棍子把它撑起来的 因为这些太空人都有任务 到月球上 当然其中有一个任务是说 你倒上去把我们美国国旗插好啊 那他就说 我好啊 我就带一个国旗去啊 国旗是那种 那种铝金属纤维的那种 它卷起来嘛 放口袋里嘛 到时候要拿出来 他也知道那边没空气没风 怎么办 要有根杆子撑起来嘛 所以他带去的国旗就是有根杆子 而且皱皱的嘛 对不对 要卷在放口袋里 拿出来这样摆的 就这个样嘛 所以你看他皱皱的 不是风吹啊 就是皱皱的嘛 那为什么会飘起来 不是飘起来就是撑起来的 那很简单啊 对不对 他也不会笨到说 让他垂在那边 那美国 我要展示国力 怎么国旗这样子 很衰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 还有比如说讲到说 这个不是大白天吗 你看这张照片的话太阳在哪里 太阳一定在右边嘛 对不对 所以影子在左边嘛 这不是大白天吗 为什么天上都黑黑的 为什么 因为太阳没有太阳不在那边嘛 太阳明明在那边嘛 那边没有太阳啊 那边当然是黑的嘛 那你说好像不是这样嘛 我出去在外面看啊 我们操长怎么看 太阳在那边 可是这边都是亮的啊 到处都是亮的啊 为什么 因为地球比较奇怪啦 不是它奇怪啦 地球奇怪是因为地球外面有空气嘛 空气有个作用 就是把阳光把它所谓散射 把它散到乱七八糟所有的地方 所以你看哪里都是亮的 其实太阳只是在那边而已 那个是因为有空气才会那样 你没有空气 月亮它就没有空气嘛 那那边太阳亮那就亮嘛 那边没有太阳那边就是黑的嘛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后面不是说哪个黑部去照相黑黑 天本来就是应该是黑的嘛 可是又有人指引说 既然天是黑的 你怎么看不到星星 应该有一点一点细细的星星 应该有啊 对不对 应该有嘛 是真的应该有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 这个是因为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在太阳底下 他们拿着照相机去照的时候 很亮啊 你的快门一定要够小 要不然照出来全白 不是看不见的 你的快门又很小 那个细细小小的亮照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天上真的是有 一点一点一点一大堆的星光 但是照相机照不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他们有那个太空的回来写的那个记报告里面 他们都有讲 他说我们在上面的时候有戴那个防护镜嘛什么 他说我们勉强可以看到有星星 用眼睛勉强可以看到星星 照片照不出来 还有一个质疑也蛮有趣的 你看这个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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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什么样 它是很硬的地吗 还是泥巴还是什么 都是粉尘一样 像细砂一样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们地球上有这个 你都知道嘛 地球上有下雨 有刮风 有空气 岩石都风化 变成泥土 这本来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可是那边没有耶 没有风 又没有水 又没有空气 硬的岩石 本来应该都是硬的岩石啊 岩石是硬的啊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在那个拍片场里面 倒了沙子去照相 对不对 也被指 也被问啊 这个其实我给你们讲 后面的故事蛮有趣的哦 是因为当初要登月的时候 其实真的地球上 我们科学家所有的人 并不知道说月球上 应该是什么样 到底是硬的地 还是软的沙 都有问题啊 因为我要登录的时候 假如是很硬的地的话 岩石啊 我这个降下来的速度 我一定不能太快嘛 太快就痛嘛 不撞坏啊 对不对 那你假如这全部都是沙 而且很厚很松的沙 像流沙一样 我这个下来就 一直沉下去 然后更完蛋了 这都要事先要知道啊 所以在人去以前 其实有那个没有人的 已经登录过了 还好 发现的是什么呢 是软的 可是那个粉尘并不厚 你可以降落 而且不会沉下去 后面的事情才可以做嘛 那现在回到另外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这边都是那种粉尘 它怎么会是那种东西呢 这个原因现在当然你都知道了 就是因为它没有空气水去把它风化 但是一直月球表面一直受到所谓宇宙射线 太阳风 那些粒子 那种电子子子那种东西拼命打 打了多久呢 它活月球有多久 跟地球一样 四十六亿年 那么久 这个宇宙里面这么多四二线下 天天去打 打到后来 那个分子都给打成粉了 你们看到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真的是这样 不是假的在片场里面拍的来骗人的 这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其实到后来 不是到后来 就是其实都是知道是真的 但是还是会被人家拿出来说 你这假的 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要说这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 我猜 不过你要知道 他们一定卖了很多书 上电视上了不少 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民也有 这个钱也有 反正倒霉的是别人 是NASA跟这个国家 不过另外一方面 你回头看就是说 这种事情多了 其实蛮好玩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 我就刚才想到 这个粉尘的这个事情 那个 他们有拍那个影片 你看的影片 可能你知道YouTube上 可能都看到 他在这些太空人也很顽皮嘛 他上去以后就在那边跳 对不对 你们看过假如人在月亮上跳的话 他跳起来会很高 然后掉下来都慢慢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那边所谓的地心引力 或者月心引力比较小嘛 你丢个东西 它就是掉下来也很慢 那那太空人一面走就一面踢这个地上的这些灰尘 那灰尘就看到这样飘起来慢慢慢慢落下去 这个也被说 你这边没有空气 你这个灰为什么会这么慢 答案是他本来就是应该很慢 因为他的引力很小嘛 就是应该是这样 不是说因为有空气 所以他掉得很慢 不是的 通通都是合乎物理原理的 其实没有问题 就是说被质疑其实是 是 问题出在 提出问题的那些人这样子 这真的有真的做到 这毫无疑问的 真的要做要骗人 骗那么大规模的去骗 那才困难呢 还不如真的去一趟呢 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 这个登月的那时候 那些年 没有人质疑这件事情 这是后来当做好玩 慢慢有人越讲越像真的一样 你想想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苏联输掉了 输得很惨 假如有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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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事情在整个过程 那好多年 有任何是假的事情的话 你说谁会把它拿出来讲 苏联人 而且他们都是专家 你骗得了他吗 不可能 他有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 说你这是假的 没有 这够了吧 这样就可以证明 这是绝对是真的吧 OK 还有这个后续 还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是几十年以后了 2009年 就是前三年前 这个人类又要去月球了 这个月球已经休息了三十年 没有人去 最近几年又开始 大家都又吵热了 又要去了 这一个例子是 这一个 Lunar Reconnaissance 它是这一年 这是NASA派到去绕 去绕 没有登陆 现在没有真的去登陆 是没有人的卫星去绕月球 干嘛来 就是去做更多科学的这些研究 NASA就叫他们特别 飞到某些地方的时候 就把那个照相机 那上面有照相机 但是距离真的也蛮远的 离那个地表面有几十公里 很远的 那照相机就勉强地照 照什么呢 叫它照当初 不是有六次登陆月球吗 每一次登陆的东西 都还留在那里 那因为小顶还在上面 叫他们去照那个照片 那确实蛮困难的 但是真的都 六个都照到了 你看这照片 当然这里面很亮 不清楚 你很仔细地看的话 勉强可以看到 甚至可以看 这里有没有一个 有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太阳 给它影子这么长 这显然是一个 很高的东西 石头不会长这个样子 石头通常就平平的 那影子不会这么长 这个东西你看起来 就是很明显的 它是一个很高 很瘦的东西 这个就是也确认 这个就是当初 阿波罗十几号的 当初留在那边的小顶 还在那里 你说小顶怎么没坏掉 这么几十年了 它不会坏掉 它上面又不下雨 又不刮风 它永远在那里 你过几十万年去干它 还在那里 甚至这边你可以看 它当然有点出来 那个当初那个小顶 这样走 这样压过去的 痕迹都找得到 OK 这个是人类已经 这三大回合都结束了 对不对 谁赢谁输 反正前两轮苏联赢 后一轮美国赢 然后怎么办呢 两边都 这个是197几年 你们当然都还没生出来 那以前以前的事情 到那时候 美国跟苏联都说 我们不干了 不去月球了 为什么 太累了 太花钱了 做不下去了 因为做下去 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就有点像什么 这个其实很像 明朝的时候 郑和下西洋 你们都知道这故事吧 郑和下西洋 就跟这个美国去月球 几乎一样的事情 一样的故事 也是去七次 他的目的呢 也讲不太出来 为什么要去呢 实在讲不出来 讲得最 最直接的就是去宣扬国威 对不对 你说我们郑和这么大的船队 那时候真的是全国的力量去做 那个永乐皇帝 那个气魄很大 他就是全国力量下去做 永乐皇帝很奇怪 他除了做这个 他同时还在建北京城 还在建长城 长城全部成修 还做很多永乐大典 他做不知道多少事情 他就同时全国力量下去做 这郑和出去最大的功劳 就是宣扬国威 这个美国这个登陆月球 其实可以这么看 他目的就是要赢了 要赢那个对方 不是竞赛吗 我就是要赢啊 我全国力量下去赢了 赢了就我很棒了 那赢完了以后呢 当然就不干了 小朋友你们都参加过赛跑 你就是从头跑到尾 有没有人跑到那个线 还记忆一直跑的 没有嘛 你就停下来就不跑了 为什么 太累了 这个事情也是一样 都已经胜负都已经定了 那美国跟苏联都说我们不干了 太累了 那美国这方面就说 好吧 我能把人都送上月球 这个事情做这么棒 就不做也蛮可惜的嘛 他就说我们做下一种 也还是要把人送上去 但是不要送到那么远去啦 就在地球旁边绕一绕啦 那这个也要不能太贵 对不对 不能像以前的方法 现在想一种方法是 太空缩 这什么意思呢 是一套东西送上去 还让它飞回来 下次还继续用 然后用完回来 下次还可以用 就连续可以使用 不是很好吗 对啊 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做了整整三十年 一直到去年结束了 结束 我们回头看一下 这三十年 把人送到这么伟大的事情 做到什么 你们大家都看过这种 右上角这种伐射的镜头吧 对不对 真的是很了不起 我在美国那么多年 我就在NASA工作 就是说有好几次有机会说 去到那个发射场去 那发射场不是在美国东南角 那个叫做甘来迪发射中心 好几次机会有去 结果我都没去成 所以这个镜头我自己也没见到过 只是在电视上看过而已 你可能 我可能很快给你描述一下 你看到这什么东西 这个是 这就是那发射场 那甘来迪脚 那这个Cannavaro Kick Cannavaro 这都沼泽区 特别屁了一大块地方 来做NASA的发射场 这个是 用这个运输车 先把它载到几公里外的发射场 你看到这整个东西其实是好像有四块 对不对 这一块像飞机一样的就是送上去以后 在天上这样绕 绕个十天半个月就回来 里面有七个人每次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太空梭 那旁边这些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火箭了 就靠这些东西把这个太空梭送到天上去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部件呢 因为这个太空梭实在太大了 又打又重 里面还七个人 你想想看很重很大的东西 送上去很不容易的 这个白色是所谓固体燃料桶 一开始就是他们两个先噴发 噴发就已经上到天上以后烧完了 很快十几秒钟就烧完了 那两个桶子就丢下来 丢到海底下 NASA就派一个船去把它捞回来 下次还要用 可是还没有到够高 然后这个黄桶子就开始噴发 黄桶子是所谓的液体燃料 就是你假如知道 是氢气燃料 氢气跟氧气酮 继续盘伐 这样接力 才把这个东西送上去 这个后面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我待会跟大家讲 因为失事了两次 就是我刚刚形容的这个事件发生 这个东西进入 这个东西就在里面七个人绕了地球 绕个大概一百圈两百圈这样 大概两百多圈吧 这样十几天回来 回来的时候就只剩他自己了 这桶子当然都已经没有了 都丢掉了 下来的时候他就像飞机一样 他上去是直直上去 回来的时候是这样 像飞机一样回来 对不对 这种镜头像你们在电视上也都看到过 他后面下来的时候 赶快就放一个降落伞 伸出去然后拉就停下来 因为他太快了 你看左下角这是什么 这个是太空梭 他又坐在一个更大的飞机上面 干嘛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镜头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镜头 告诉你原因 很好玩 这个就是甘蕾堤中心发射台 发射的基地在这里 他们送上天以后往右边这样飞 飞绕绕绕 回来的时候当然要回到这里 下降到这里 可是这个地方你知道 常常有什么天气不好 甚至有台风 那他如果这些天要回来的时候呢 假如天气不好的话呢 那太空中心就跟人家 抱歉好了你们在上面再飞一天 明天再下来吧 今天天气不好 那上面就说好吧 再忍耐一天 那上面又很挤的 也没什么好吃的 你吃过那太空食物没有 你可能没吃过 我在以前工作人员旁边 有一个小的游客中心 它有卖 太空人吃的那种东西 我们当然好奇有吃过 真的很难吃 还要冲水 连冰激凌都是要冲水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像那个奶粉一样这样 那吃那么多天 这真不舒服的了 那你不能下来好吧 再忍耐一天 明天再回来 明天天气还不好 下面就说 你可不可以再飞一天 上面就说 拜托啊 让我下来吧 好吧下来吧 天气不好怎么办呢 这边有一个降落基地 这个地方天气不会不好 因为那边是沙漠 永远是天气好 而且沙漠里面 你可能没见到过 有那种莫名其妙 就是一大片很平很平 上面白色的 你觉得是什么 是干掉的壶 那个白色是盐 以前的咸水壶嘛 它就是壶嘛 干掉以后 那个表面就是整片 很大很大片 就白白的盐嘛 那这个现成的降落的平地嘛 那个很简单 你把它推平了 当作这个备份 备份的降落基地 这种方式发生过好几次 就是说在这边降落 这边降落 太空桌在这边怎么办 下次要飞 要到这边来飞呀 它怎么从这边到这边来 它又不能再叫它飞上天 这样不行嘛 简单的方法 就叫它坐飞机过来 那个就是 它在坐飞机过来的时候 这个飞机就是 我们平常那个客机 那个波音747那种大客机 跟人都做过 这一艘是属于NASA的 这个总共30年之内 它一共去过 一共有五艘 这种东西 一共有五艘 每一艘都贵得不得了 都是美金十几亿这样子 有五艘 30年一共去过一百多次 一共去绕一百多次 等到30年 就是去年停止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只剩三艘 有两艘到哪去 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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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 怎么办 炸掉 里面的人怎么办 死掉了 曾经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 1986年 爆炸那一艘的名字叫 挑战者 好 challenger 这个就是当时 你现在到 这个 网路上 其实这照片都可以看到 这是死掉的七个人 七位太空人 这个原因 我跟大家讲一下 蛮很不幸 你看这个发射的那一天 是一月底 那是冬天 最冷的时候 事后发现怎么会爆掉 那爆掉就在 你看左边那张图 它就是在发射 那个晴空万里好天气 那个要发射的旁边都是官员 跟那个家属 是最近的看台 假如像我这种要去的话 我要看台是已经第二层了 那民众是更远的了 这个是最前排 还有家人 就这样上去的时候 大概一分钟以后就 变成那个样子 整个烧掉爆掉 那个影片很恐怖 你看那个照那些 底下人的那些反应 他说怎么会这样 那是自己家人 就看到整个就爆掉 那事后去研究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中间又有很多故事 蛮曲折的 但是没时间跟大家讲 这个结果证实 结果证明是什么事情呢 是这个 这个白桶子 上面是燃料 它喷嘴中间有隔开的 然后燃料跟烧的地方 当然要隔开嘛 要不然整个烧通进去 它隔开的地方有 这么大的一个 它很大很粗嘛 橡皮圈 这么大的橡皮圈 是密封住的 上面跟下面隔开 那天前一天晚 前一天是很冷 晚上已经低过冰点了 照NASA的手册来讲的话 是说你前面一天太冷的话 第二天不能发射 所以在前一天 本来要前一天发射 因为冷 已经延迟了一天 第二次要发射 那前一天晚上 还是这么冷 又到第三天 到底不能发射 可是那一天早上 当时的总统 就是雷根总统 他打电话到NASA说 你们再看一下 再研判一下 我很想他今天发射 为什么 这个 这一次去了七个人里面 有两位女的 这六位都是太空人 这一位不是太空人 这一位是一个小学老师 就像你们小学校的小学老师 他也特别被安排 要去这一次 当然要先训练一下 去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要上去以后 要在太空梭里面 直播一个教育节目 由这位老师来主导 说我在给你们展示 这个里面要做些什么实验 要看看这个环境 是全国联播的一个小学的节目 所有全美国的小学通通连线 要等要看这个节目 所以这是很大的事情 总统都很关心 说你们看看 能发射今天就发射 因为所有小学都等好了 那好吧 NASA最后说 好吧我们就特立 今天就发射 结果就造成这个事情 发生什么事呢 是因为前一天太冷了 那整个橡皮变圈 你们都知道 你给它很冷的情况 它是硬的 对不对 到早上还是硬的 发射的时候 它硬的情况 它本来要密封的情况 那个效果就没有了 就烧穿了 这个白桶子就烧穿了 一烧穿就在天上就爆掉 所以你这里面 其实你可以学到很多教训 对不对 不过这个事件就是这样 这位老师当然 这些人可以说是尸骨无存 因为爆的时候 那高温全部烧成气化 变烧成灰 都没有了 完全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有了 这是第一次事件 第二次事件呢 2006年 是吧 2003年 也是一样 七个人就是掉了 这次事件呢 不是出发的时候 是回来的时候 我给你们讲 回来多恐怖 回来它是这样 它要耽搁 就要回来 它不是在绕 以二十几倍的音速 在那里绕吗 好 你现在要它回来 它这么快 它一碰到 进入我们大气 空气城以后 就跟流星一样 你们看过流星吗 没看过 下次晚上找个机会看流星 流星是什么 就是天上的东西 跑到我们的空气里面来 小块大块都有了 它就整个烧掉了 为什么会烧掉 因为它太快了 跟空气都可以摩擦到 它烧成热 它发光 然后变成粉末 那就是流星 你这个东西回来 就是一个超大号的人造的流星 你不是烧掉吗 真的会烧掉 所以每一次这个东西 要下来的时候 这个 它姿势是这样子 就是为了要跟空气 要让空气把它慢下来 那这个底下真的就烧热了 烧到多热呢 会发红的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你就用最棒的这个隔热砖 这黑色的 肚子底下 这黑色的隔热砖 超棒的隔热 外面都烧红了 里面都没事 是这样子 让它下来 每一次都要出这样子 这么多次都没事 一直到这一次 回来的时候 已经进入空气 这个在左边 那是高空的照片 那个是已经进入 正好在美国的上面的时候 在沙漠里面 那美国 NASA就在追踪它 用了望远镜头在追踪 追踪的时候 突然发现说 怎么一个东西 变成三个四个 都解体了 直到说还单了 也是一样 事后要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发现 这更离奇的事情 是发射的时候 在这一瞬间 还更早的时候 离开这个台的时候 那一瞬间 从这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那种保力龙的一个包装的东西 从上面 这是在电视这个照片里面看到 掉下来 打到这个东西的翅膀这边 碰到一下 火箭当直直上去了 碰到一下 那个保力龙当然也就掉回来了 当时有知道 工程师有看到说 哇 糟糕 被撞到一下 然后怎么办呢 不知道 那就拆吧 那个东西软软的 你保力龙你都知道嘛 那种东西打一下 我们这种超级好的石砖 打一下怎么样 好吧 不管了 没事 结果就有事 就是那个 某一块 那个翅膀上一小个角落 打坏一点点 那你下来的时候 这个热就烧进去了 整个就穿进去了 整个东西就解体了 就这样 这是人为的 其实两次都是人为的 这七位 他们在那个镜头 进入大气 已经进入美国上空了 抱的时候就 一路掉东西下来 几十几百公里 都在美国沙漠里面 这个事件 在2003前几年 前几年 2009年的时候 台湾办过一次 叫做登月四十周年庆 因为1969年登月第一次嘛 四十周年庆的时候呢 我们中央大学 还跟那个美国在铸台学会 合办了一个庆祝祝 庆祝的演讲 巡回演讲 我们特别请了那个NASA的一位太空人 是位女的 那太空人名字叫Marsha Ivans 他上天过五次 很厉害 他特别来台湾 我们带他去全台湾巡回演讲 那个是我真的 唯一一次跟太空人认得 其他我都不认得 聊很多嘛 他说这次事件完的时候 那善后工作一大堆啊 还要调查什么 他接受到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是NASA说 你负责到地面去 把所有东西收回来 不是叫他去捡啊 就是说他有一个 他负责主持这件事情 他说他做了 做到坏 他做不下去了 因为收回来的东西 有什么 手脚啊什么都有 烧掉了 烧焦的 烧焦的他的同事啊 一块一块 十块这样回来 他做不下去了 很恐怖啊 这个事件啊 我们回头想一下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两个数字 你去想一下 因为这些事件啊 都是叫做 Exit 意思就是说 这是意外事件 这样子 其实我跟你讲 NASA里面的人通通都知道 这绝对不是意外 这是意内 因为一定会发生的 不骗你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天上的卫星 没有人的卫星 就是科学用的 通讯用的 军事用的 一大堆 气象用的 卫星一大堆啊 上千个至少 到底有多少的 我没有人知道 因为有很多是 国防单位放的 他不要人家知道 上千绝对有 每次都是用火箭射上去的 这个火箭射这个卫星 即使现在我们说 都很很成熟的技术 其实没有 差不多成功率只有百分 只有九成 反过来讲 就是说他十次发射 平均来讲的话 会有一次是十次 是爆掉 其实很普通 那你说爆掉 我第二报纸上 什么都没看到 报纸都懒得爆了 我跟你讲 太多了 爆掉就爆掉嘛 那再花钱 再做一个 下次再去就是了 那不是新闻 也就是说我们的技术 普通来讲 就是十次 就会有一次是爆掉了 你说我们的太空梭 伸上去一百多次 假如以那个十四六 要十几次会爆掉 这当然不行嘛 爆一次七个人 这多大的事件 所以做太空梭 要很仔细 很谨慎 要非常非常的安全 要把这个弄到百分百的安全 其实做不到 但是做到多少呢 百分之一的 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率 这是目前做到了 实际上也就是证明了 一百多次 真的就会失事一次两次 这正常的 这绝对正常 这不是意外 而是意内 原来就知道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我其实有问过那个Marshall 我说你们其实都知道 这个危险性就是这么大 你们有人担心和害怕吗 他说都会知道 我们也担心也害怕 但是我们没有人说 因为这样就不去了 就退出了 没有 这个是他们的任务 他们的这种理想 他的使命这样去做 这背后真的很多很多 这个很有 很动人的故事 既然是这种情形之下 反正现在也停掉了 也不再去了 所以暂时不会有什么 再发生这种 这种所谓的意外了 接下去呢 我们太空上还是有人 这个人接续了一个 目前存在的 那个叫做太空战 有没有听过 国际太空战 这既然是国际太空战 当然就不是美国自己的 就是很多国家一起 一共有十几个国家 有的人出的钱比较多 有的人出的钱比较少这样子 这个东西就已经 这个在天上已经很大 很庞大 它怎么会这么大呢 不是一次把这么大一个东西 送上去 送得上去这么大 是一小块一小块送上去 然后找那太空人 把它接起来 都是一块一块一块 把它拼出来了 这个上去过几十次 把它拼成这个样子 每一次谁把它送上去呢 过去就是用太空战 都送上去了 现在太空战也退役了 现在都是靠俄罗斯的火箭 俄罗斯的火箭也可以载人上去 也可以把人载回来 所以天上这个太空战 是有人 永远都有人 可能是美国人 可能是加拿大人 可能是俄罗斯人 还有那个特别有钱的阿拉伯人 说我哪一个位置也去过 做很多很多钱给你 那不管哪一个国家 都会说好吧 看钱的面子 我让你去吧 那就很疯狂的去嘛 到时候把它吃 它的石油多啊 你敢于不用石油吗 对不对 你天天用它就天天赚啊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那到底在上面要干什么 当然有它的原因 有很多科学实验可以做 还有人体在 所谓失重状态嘛 那个人的生理的反应 都要在上面做实验 那这个东西也不是说 要永久做下去 也大概几年以后也要退役了 然后要怎么样 现在大家都没有概念 都有想法 也不见得都可 这个国家这样想 那个国家这样想 那个国家说 你多出点钱我才做 这个说我没钱 反正就是没 不知道该怎么办 往下不知道 现在都不知道 那美国其实它自己 有发展一个 就是接续 那个是太空说的一种 更新型的 叫做星座计划 Constellation 那这个现在也停掉了 美国说我也没钱了 美国这么 这么财力这么大 它都说我受不了 太贵了 那回收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 我赚不了钱 做这种事情都是赔钱的嘛 所以这个也没了 所以往后这个人到太空去 这件事情 应该是会做 只是说怎么做 不知道 OK 刚才讲的是 我们人出去的故事 现在我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刚才那个故事都是真的 对不对 但是有人说是假的嘛 对不对 现在我反过来的故事是 外面来的太空人 我跟你讲 先跟你讲是假的啦 但是很多人觉得是真的嘛 对不对 那主角就是他嘛 对不对 只要一出这个照片 我想每个人都会说 哇 外星人 对不对 我问小朋友 你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觉得他是外星人 因为电影也这样画 漫画也这样画 书上也这样画 你就说 那谁见过外星人 画的人他怎么知道 这是 这什么叫 谁见过啊 为什么能够画出一个 从来没见过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怎么画得出来呢 那到底这个东西画的是什么呢 这后面有个故事 这个 这个当然这是电影里面那个 对不对 这电影叫什么名 这也是一九七几年 那个时候Steven Spielberg 那很了不起的电影嘛 也是一个 你们可能现在看觉得说 哇 真无聊 那个特效也真的很差 当时是很棒的嘛 对不对 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ET 电影名字就叫ET 实际上是两个字啦 是外星的意思啦 地球外面的意思 好 我要跟你跟大家讲的是 为什么电影里面 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 然后说这是外星人 我先跟小朋友讲 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可以跟你保证 它不是外星人 是地球人 假如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它绝对是地球人 只有地球上的东西 才会是这个样子 怎么又有眼睛啦 又有手指头啦 我们还鼻子还呼吸咧 对不对 然后他也是觉得我们这边温度很好 我们这个空气没有毒 我们这个太阳的照射 什么压力 什么重力 通通都对 他可以活得很好 那他不是地球人是什么 还会有别的吗 对不对 你反过来想 假如是你 就像你这样 我把你送到一个另外一个星球上 你觉得你会活吗 你最好不要去 我给你保证你活不了 而且一秒钟都活不了 一去就死 那反过来讲 为什么外面来的东西 到地球上可以活得好好的呢 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东西看着就像地球人 它是有点丑而已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那个骆驼来看说觉得好美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就完全就是地球上才会有这种东西 好 那我们回头看是说 为什么这个你一看就说它是外星人 那这个当然有原因 是电影这样讲 那电影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相信你们知道有这件事情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照片 好 这个我先跟你讲假的 跟这个一样假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这是当时的报纸 这是1947年的一件事件 这件事件发生在哪里呢 在美国沙漠里面有一个小镇叫Roswell Roswell小镇 发生什么事情 我现在给你还原一下 这事情是这样 那是一个在沙漠里面 一个很大的空军基地 那空军基地现在还在 就是很大的一块 那个所谓很大 真的很大 差不多台湾好几个县这么大 它是一个空军基地 1947年有一天 有一个就是当地的老百姓 它经过那个沙漠边 那个空军基地旁边的时候 看到天上有个东西燃烧 这样掉下来 也不是烧得很热烈 就是有点 就这样掉下来 也不是凤掉下来 是不不不不 掉下来 掉在那 掉在远远的山边上 他就说 好奇怪 他就跑到市政府去 说 我在那边看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被天上掉一个东西下来 那市政府说 好吧 那我派人去 看看到底是什么吗 就派人去看 去的时候发现说 没有啊 很出哪里有 在那边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啊 那 当天其实就有 好几个老百姓都讲 不只是这一个人 好几个人都 真的有个东西掉下来 那报纸就报 报纸一报呢 那空军就很尴尬 就出来说 抱歉啦 是啦 有啦 那是我们在做一个 军事一种实验 那个是有关空飘气球 这样的一个实验 真的稍微掉下来 把老百姓都吓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那好了 就没事了嘛 对不对 三十年以后 从那空军基地 有一个军官退休 退休以后 他马上就跑出来 跟媒体说 我告诉你们啊 1947年那个事件啊 哪有这么简单啊 那是外太空掉下来的 一个UFO 就是不知道是外太空人啊 掉下来以后呢 被空军隐藏 把这事实淹奶 把这个尸体拿去解剖研究 然后把它封锁消息 其实是这样子 哇 马上他上电视 对不对 马上写书 对不对 又出名 又出钱 又有钱啊 这个是他的事啊 不管 但是民众就发现说 哇 原来是这样啊 开始就开始炒热了 那这张照片是什么 当然不是 没有这张照片 这是合成 当然是不知道是谁去 蛮有创意的 把它弄成的 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形象呢 这个形象可能是对的 因为这个形象是当初那个 那个看到东西掉下来的 那个人 看到的人 远远看到的形象 他是觉得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形象 这个时候空军 这时候已经解密了 30年 不知道多少年才解密 空军这个时候可以把说 当时真相告诉大家 他就出来 他正式的公文写了 那一次是做一个空飘气球的实验 这是空军做的 作战用的 那个气球上去以后 上面载了一个假人 真的人当然有危险嘛 用假的人是一个塑胶做的 橡胶 橡皮人 上去以后 真的不小心就烧掉了 就掉下来 那个就是那样子东西 你看到了那个什么 烧焦的橡皮人 就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位先生是一位烧焦的橡皮人 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事件到现在 民众不是这样理解啊 民众觉得好玩啊 对不对 我想你也可能会觉得 这样子一讲完就不好玩了嘛 我们为了要保持这个有趣的 继续炒继续弄 就越来越弄越好玩 现在好玩到什么样子 那个Roswell那个小镇 那一天 有嘉年华会的 全美国都相信这个事情的人 还有要去卖纪念品的小贩 我都集中到那边 很热闹 你说这个好玩不好玩 真的很好玩 可是好玩跟真实 跟事实当然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给小朋友你知道的是说 这些事情是 后面都有真实的真相 真相好不好玩 那是另外一回事 也许真相就很无聊嘛 对不对 真的很无聊嘛 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炒成这个 多好玩还可以在那边 跟大家讲故事 对不对 对 很好玩嘛对不对 当然还有很多人是真的相信 小朋友你们也 多接触一点科学的概念的话 可能你自己会知道 你相信或者你希望 这些是真的 跟它是不是真的 两回事嘛 对不对 你希望你好玩 你觉得是 其实没有就是没有 这要分得开 OK 这是说这种形状的 这种形状的外星人 其实没有 有很多电影 甚至跟你讲说 你旁边坐的人 可能就是外星人 有没有 那当然是 当然是讲得好玩的 那到底真的 要问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外星人 就是说 我们宇宙这么 打外面到底 有没有外星人 这个就很有趣了 这是科学问题嘛 对不对 这个问题 当然就看 问的这个角度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太空望远镜 随便抓了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我们银河系里面 你觉得有多少星星 随便一个角落这样拍过去 就这么多星星 对不对 满天满地 满天全部都是东西 每一个都是一个太阳 而且我们现在发现 离地球很近的那些太阳 我们居然都可以找到 它有行星 一大堆 已经好几百个太阳 都看都证实它有行星 那行星上 多多少少有一些 是不是适合生物可以生存 那当然有可能 那这那那么多怎么办 还有更多 这是我们自己银河系里面 这个是随便往哪里看 银河就有这么多 它多上下多 不知道多到多少 对不对 不知道几千亿几兆 反正多的不得了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银河系 里面都是几十亿 几百亿个星星 太阳 你说多到什么样子 多到这个样子 你说那边外面 有没有生物 至少我们理解的那种生物 就是有生命可以 可以繁殖这样子 到底有没有 你敢说没有吗 现在的科学家也都说 没有人敢说没有 但是也没有人敢说 我有证据说有 对不对 只能说我猜有 那你问我 我也会说我猜有 在哪里我不知道 你问张三理事 每一个科学家都说应该有吧 你再问他也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目前就这样 就是不知道嘛 但是没有 好像不太可能吧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民间的计划 这不是纳斯莱 不是政府在做 这是美国的老百姓在做 就是觉得很有趣的老百姓出钱 这出钱包括那个做刚才 那个ET那个电影的制片人 那个Steven Spielberg 他也出很多钱 做什么呢 这个代号叫SETI 他就是在找外星的智慧生物 他不是说在外星拍张照片 照到那边有一个人长的样子 那当然不可能嘛 你在找什么外星生物 你又接触不到它 你怎么知道它有什么外星 有什么智慧 唯一能想出来的一个办法是说 你可以这样想 我们地球在这里 假如你看我们地球上有很多 有智慧的生物就是我们嘛 对我们很棒对不对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有 无线电台吗 电视机吗 手机吗 不是有那种所谓的那个电磁波 到处都是嘛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跑到地球跑出去的 当然一大堆嘛 假如说在辽远的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星球上 也有智慧的生命 它有很棒的天线 可以把遥远的地球出来的东西 就收集到了 收集到当然它也看不懂 对不对 但是它假如说写很棒的城市 看看居然发现说 这个拼起来好像是一个 一个人在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在那边动 就是我们的电影譬如说 那它就很明显地说 那地方有智慧生物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往外面去看 我们不知道哪里有 但是这么多 那是不是我可以用一个很棒的 很大的所谓天线嘛 去找这天上来的 莫名其妙一大堆是什么无线电波 看看到底有没有看出来有 有好像是不是那种随机的 而是好像有什么讯息在里面 那就可以断定了 这种计划做了几十年了 二三十年了 用过的最大的一个望远镜就是这一个 这是美国Aresibo 这是在波多黎各岛上面的一个 无线电天文望远镜 它就在山凹里面挖成一块 比较圆的地方 把它整块的地方全部都用 用那个金属片把它盖满了 这个大到 是从这边到这边是一千尺 一千英尺 也就是三百公尺左右 够远吧 很大 那因为这么大 所以它 你不能做一个架子让它转 那做不了嘛 那就是做在那个山里面 它也不能转了 它就永远看同一个方向 那地球在转 它就在天上来扫描出一段 它永远就扫描那一段 做过这样的实验 做什么呢 就是接收外面来的各式各样的 无线电信号去分析 当然不是找人去分析 用电脑 超级电脑 到现在没找到过任何真的 那种有意义的信号 一直都没有 那更厉害的呢 就想说我们用这种 可以调方向的 我们在不同的天上的位置去找 那更厉害了 对不对 那就不能做太大 不太大的话那就做很多 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想 这构想也做了 在美国的加州北部 这都是民间老百姓出的钱 要做好几百个 那目前只做了几十个呢 就没钱了 所以这个计划停摆了 现在就是停摆的阶段 很可惜啦 等什么大户来捐点钱才能继续 这个是讲说用无线电的信号来捕捉 看看外面到底有没有智慧生物的一个计划 觉得很可惜啦 觉得这个方式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做了几十年真的是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可能都太远了 还有一个小朋友你们想想看的一个 可能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这里面即使是有 曾经这里面即使是有地方 有像我们一样人的这种智慧生物 还会发电波这种 它能够存在多久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从宇宙到现在有一百多亿年 那我们这一瞬间 是不是这里面就会刚好有一个 有这种智慧生物 现在就有 或者是它的 你把它光速算一下 那多少年前有 那个可能性实在太小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我们这个 我们自己 我们有这种科技的能力到现在 最多就是算五十年吧 五十年而已 这个是几百亿年 五十年你觉得我们人类可以存活多久 你很希望多久 也许几十万年 几百万年 我们不知道 也许几千年就没有了 我不知道 我当然不希望这样 你也不希望 那没有一个人知道说 我们这个文明 再这样下去 能文明多久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很可怕的问题 但是没有人知道 好 我们就算他给他个一万年 你觉得一万年 就刚好就有吗 几十亿年 一万年 你知道 就是一瞬间 就没了 所以这个 这么多里面 到底 你 我们拍这张照片 或者是我们生活在现在 这段短短的时间里面 是不是刚好就有 被我们找到 这可能性本来就很小 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很 很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 是说文明都太短了 我们就是找不到 这个你回想一下 其实蛮可怕的 也就是说 我们也就是文明之一 我们能活多久 好像蛮悲观的嘛 最后一个是 还有一种 所谓的外星来的生物 那不是电波了 更不是刚才那个 那个橡皮人了 是细菌有没有 总可以吧 细菌也是生命啊 那有没有从外星来的细菌 被我们找到呢 也没人敢讲 也许现在就有细菌掉进来 或者最原始的细胞 所谓交出生命的 甚至可能不是细胞 而是DNA 可以复制自己的那种小的 那种化学的分子 那样子我们都不敢讲有 对不对 因为没有证据 你不要乱讲 对不对 不过反过来讲 有一种学说是 地球上为什么会有生物啊 就是几亿年前 几十亿年前 地球最早为什么会有生命 哪来的 就有一种讲法 就是从外太空掉进来的 那就是那种很复杂的分子嘛 它可以自己复制自己嘛 不然就是生命嘛 所以我们自己就有可能是外星人啊 对不对 你这样讲的话 我们就是外星人嘛 我们哪来的 不知道 反正我们就在地球上 就演化出这个样子 这只是一个想法 那也没办法证实 对不对 这有一个例子呢 倒是一个前几 大概十几年前了 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 你看到的照片呢 是一个岩石里面 用电子显微镜放大 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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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放大 看到了某一个小角落 你看到就是 对就是这个东西 这东西从头到尾 我记得只有 好像只有十几个奈米 nanometer 你们都听过奈米嘛 奈米就是很小很小很小 看不见那个叫 这个大概就十几个奈米这么小 这个是一个NASA的科学家 他分析了这一块岩石里面 看到这个东西 他的结论他说 他写论文嘛 里面说这个是火星的最早的一个细菌的尸体 已经都已经化石了 已经变成化石了 这是已经都是晶体了 就跟岩石一样晶体 其实这个形状被保留下来 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 全世界都哇这样子 连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都上 当天就上电视说 NASA的科学家找到火星有生命的证据 那我跟你讲一下 那为什么说这个是火星 火星上怎么会 我们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在这里 是这样子 我们地球上 你到国欧馆去都会看到那什么运石 里面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运石 有的看起来就像石头 有的是铁块 有没有 各式各样的 那是地球上很多的 也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其中有很少数 大概有全世界有几十个 是被认定做 不是直接东西从外星掉到地球上 而是东西打到月 打到火星上 火星灵魂当然很远 打到火星上 溅出来的碎块 那碎块当然很多就掉回火星嘛 但是也有掉到 就溅出来很远 就跑到整个太阳系乱跑了 那这么多年嘛 就有掉到地球上来的 我们怎么知道 你捡到一块你怎么敢说 这就是火星的 当然你要看里面的成分 化学成分 晶体结构 最后跟那个 我们在火星登陆的时候 看那没有人的登陆 看到那些分析的 还满接近的 我们就说这个是 其实是间接来的 是火星上的 这种东西有几十个 大部分都在科学研究机构里面 这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东西在这个 Johnson Space Center被破开以后 研究人员看到这个 说这个是当初火星上的一个细菌 是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有没有人敢说对 那有 当然也有 我相信 也有很多人说我不相信 那现在也没结论 也不知道 信的还是说是 不信的还是说不可能 然后你怎么办 你怎么去证明 那到底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 当时也不知道 那这就唯一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样品而已 你也不知道 它应该是什么样 所以这个一直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对外星人是 这个 不知道 这个 不知道 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没有 是这样的一个目前 好 那我说的外星人故事 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好吧 好 来 让叶赵老师 真是上天下地 上天下地 地球人 找到外星人 再想回地球人 想要老计我自己 是什么人了 所以 我想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我不晓得 在座的小朋友 中朋友 有什么问题 要问一下 至少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 太多人 但是 我们赵老师也有机会 跟太多人 学习过 所以我们也没有机会 上月球 因为上月球 只有几个人 上月球总共几个人 上过月球 十四结果有 两个人 没有上去 所以都是 十二人 对不对 好选 所有的地球人里头 只有十二个人 有上过月球 那没有关系 我们有认识 上过月球的 太空人的科学家 来帮我们 解答一些问题 那有没有 民众 想要问 就是我们 台湾上的 这个学家 应该是我们 中医院的这个 署上 赵老师一些问题 没有 新闻谈中 来 麻烦 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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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科学院 跟科学的杂志 我的藏文俊 每个月都好 我看你的老师 非常配 赵老师 为什么还可以 对中文的照片 还可以这么高 因为照片就是 已经距离 然后写一些以前的历史 和顾现在 那这样可以 看起来 求学 对中文的过程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因为你们在大沙大会 提到的就是 大沙大会 海洋区里面 可是 家庭人的 研究中心 那这个 通常 群都是 已经过世的 对 的学者或是 科学界的 那这样的人 你刚才还没有过世 他们是会 用他的为名 他们特别伟大 那就是 刚刚的老师 比较一个 上月来的 十四 你刚才没有人过世 我记得 应该是 越来越想到的 只是 十三号的 那个谁 DNA 就是 那个 本来 本来是要想去 那边里面 因为 有可能那个 主缘是因为 伤寒 他就在地上去 奈何 我记得他好像 也是因为 讨案是 对 那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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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有这个 读者 写文章 最感激的 就是读者 对 我自己是很喜欢 地理 历史 文学 这方面 那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 我小的时候 我老爸就是 从小就带我念古文 这样 觉得很有趣 当时 不觉得很有趣 越到后来 可能你在 像我这种年龄 自然就会 慢慢慢慢 就会觉得 越古老的东西 越有趣 像我写的里面 有很多东西 其实 就是想要知道说 很古老的东西 到底讲些什么 那些传说 我觉得 越去深入了解 越去猜 会发现越有趣 那我发现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像这些古老传说 古文化里面 有很多东西 的解释 我们都是传统的解释 我发现越看越不是 很可能都不对 不是都不对 有很多不对 原因是因为有很多事情 解释的人 也许就20世纪某些学者 都是文史方面的人 他们看事情的角度 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 很多是自然现象都被解释 都被忽略了 那现在我们是对自然 我们的生活环境 知识越来越多 那变成说 我们是不是有责任 变成那些学者 那那些学者是谁呢 也没有 就靠我们这种 这种去科普啊 这样去了解 那至少说 我们有这个基础知识 可以知道那些事情 这个是我们强过 过去我们知道 这些学者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我们强过 他们很多 也就是说 就是不要妄自菲薄 说那些都是大师 所以他们讲的都对 我现在发现不是这样 他们大师是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知识的程度 之下的大师 他解释 他的理解这些事 也是以他的出发点 他有限的知识去做出来 那我们明明知道 我们已经超越他很多了 你还是在想说 他讲的就是真理 就是 这个我觉得不必这样 以这样的态度去看的话 就有很多事情 就开始很好办 当然这个基础就是说 我们自己要有足够的知识 做基础 我想这样回答 第二个问题 对 对 你们刚刚看美国的那个 像这样的一个 这里面 大大小小的所谓 center 你仔细看 绝大部分都是人民子 那我刚刚讲到的 譬如说这个发射场 是在右下角 甘乃迪中心 甘乃迪是为什么 会被NASA当作一个 这个要特别提出来 崇敬纪念的呢 是因为当初 美国不是要跟苏联 在竞争登月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登月成功是1969年 那甘乃迪当总统的时候 他在1961年的时候 就几年 七八年以前 他做过这样的宣誓 他说 在某一个国际场合 他说 我现在要NASA 在before the close of the decade 意思就是在1970年代以前 我们就要把人送上月球 还不止 他说要把他Safely back 他还要把他安全的带回来 当然嘛 送上去不理的 他做这件事情 我在 也就是说只有几年的时间 那个宣誓到现在都会被拿来应用 我甚至最近台湾的广告里面 都把那段拿来说 那甘乃迪讲的那段话是很经典的 我在NASA工作的时候 跟那比较资深的人聊天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当时的情况 是美国已经输了两轮了 其实士气不是这么好 而且知道说登月 那时候连电脑都没有 你想想看 连电脑都没有 他要登月 那些资深的同事跟我讲说 那时候他们听到甘乃迪这样讲 都吓坏了 他说怎么可能啊 你说总统把我们要干 要把我们整成什么样 我们怎么可能在1970年以前登月啊 不可能的啦 咱们全部都进入一种恐慌状态 但是你知道美国当时的国力 最重要的是他们老百姓的 那种团结的那个力量真的很大 那时候还在打越战 比较多恐怖的事情 一个打仗已经胶着在那边 还要发展这个东西 那居然 我们现在回想都觉得说 真的不太可能居然做得到 真的很了不起 他们真的就1969年就登月了 那这个事件所以甘乃迪 当然是一个主要的角色 因为只有他说了算嘛 他才能够动员这么大的力量 当时有十万人做了几乎十年做上去 这么大的力量只有他可以动员 所以他的功劳是非常大 就是甘乃迪 他的副总统就是刚刚讲的Johnson 就是后来就做了这一个 那其他的很多是科学家 像我刚刚我在工作的那个Guard 对不对 就是所谓美国的火箭之父 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了 这个都是或是以后把它命名的 只有John Glenn 这个为什么 其实我也觉得蛮纳闷的 因为他原来叫Lewis Lewis是当最早期的一个科学家 也是他们的行政主管之一 那是有功劳的 那为什么就把它换掉 然后特别娶John Glenn 他还活着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 Paul老师一开始说 太空人的故事是跟科学无关 这个问题太棒了 那要回答可能就是要很久很久很久才能回答得清楚 但是简单的讲是这样子 我们真的到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会知道说 我们现在在全球变迁 有没有 全球暖化 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态变化很快 大家都要很很 应该都要很紧张 每个国家都要想办法 联合国着急大家要怎么办 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地球在生病呢 总而有个医生说地球你生病了 是谁 谁是那个医生 那个医生基本上就是科学家 那科学家怎么知道 大部分的知道这些变化的来源 就是累积十几二十年慢慢发现的 绝大部分都是由人造卫星的资料 人造卫星的收取来的那些观察的结果看到 你看那些所有这么多人造卫星呢 一大堆 几十几二三十年这个很很先进的 这很多很多技术做的所谓人造卫星 都是没有人的那些做的 不是需要人 不需要人 完全不需要人 就是一个仪器 就是这个设备送上去绕 也许绕个几年后来就坏掉了 反正一大堆 通通都不需要人 那个事情比较容易做 而且像我刚刚讲 就算爆掉了也没关系再发就是 那事情比较容易做 而且比较成本很快可以做很多 那做回来的成果这么有用 那相对于来讲呢 你说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 又这么危险 人家死人 然后花了这么大功夫去做 把人送上去做一些这个事情 人送到月球去把它弄回来 这事情很了不起 很难做 但是那事情对我们的科学的进步 有没有直接的贡献呢 很少 很少 不是说没有 还是有 就是你花了一百块钱 只做到一块钱的回收 讲比方好不好 你用没有人的卫星去做的事情 你一百块钱就收回来一千块钱的回收 是这个意思 那你到底要考虑 你到底要 两种都要做的话 你要自己找 就是说你平衡嘛 你也不能说 那所以载人的去的那个很了不起的 很棒的那些事情都不做 好像也说不过去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送这个太空里面 不光是做科学啊 你送人出去 你不是对你们小朋友 都很有启发性嘛 对不对 都是那些没有人的 都你觉得很无聊嘛 对不对 但是你就有这些英雄人物 在前面都打出这种伟大的事业 你就会很憧憬 哇 这个太棒了 所以你就跑去做 这个事情当然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故事 其实有点是说用这种英雄故事 不光是一个个别的英雄 其实整个都是大家一起合作的英雄 作为一个例子给你们说 让你们觉得说 哇 这个里面太棒了 我以后也要这样子 但是我给你保证 你真的去做的话 你会发现 你就是做那种没有人的卫星的事情 那个是真正的科学的所在的地方 可以这么回答 小朋友可能同时想做 其他又想做太空人 所以有矛盾 对 这个有矛盾 照老师说 欸好 糟糕啊 这个太空人跟科学无关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以后又不能让他分享 不是这个意思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我想最后我就发表 我自己一点点的个人的心得 我晓得在座的大小小朋友 有没有人有看过一个 舒适运非常高的节目 叫做空间齐 看到吗 有话好奇 有看过的我会举个手 谢谢 这不是什么丢脸字 好 谢谢 好啦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高老师有跟大家分析过 你们听到很多留言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它 或者是去分析它 假如说人家秀了一张照片给你看 说这个就是外星人 那你自己是要想一想 外星人真的有鼻孔吗 外星人脖子长这样的吧 人家是一个骚焦的像别人等等 自己要有自己的判断 所以其实朱老师上礼拜才有一个逗场是 如果我们有一个节目很 收视率很高叫做关键时刻 那我们是不是第二天就做一个节目 叫做关键纠察会 然后我们就请向朱老师 然后开始解释 然后前一天讲 这幽浮是怎样怎样 这结果外星人这东西有什么 是不可学的 这样子是不是有机会 我们慢慢全民的科学素颜 可以慢慢拉上来 也就是说 科学家们有一个角色 就是要扮演那个流言终结者的角色 所以这边也就是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分享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朱老师 很精彩的一场影响 但时间已经冻结了 大家如果发现你两个钟 要多小时过去了 那我们再次谢谢朱老师 谢谢 那我们请朱老师 为我们来发一个简单的感谢朱老师 那 这个要 接大家的手 谢谢 谢谢朱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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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 欢迎订阅 亚 是 很 devi